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是光荣十之圣驾的节日 我觉得这个节日的核心 是要默想寻回 就是要把我们丢失的十字架 再找回来 所以首先 我们第一个问题 要默想的是 十字架能够被丢失 换句话说 我们为什么要找回十字架呢 我们要找回十字架 是因为十字架常常被我们丢失 丢失的原因 我想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山丑 肉身 世属 魔鬼 也就是说 十字架的三个敌人 肉身 世属 魔鬼 让我们把十字架常常丢失 因为这个三个敌人或三个邪恶的元素 是反对十字架的三个邪恶的力量 肉体 肉体 代表 代表堕落 食欲偏倾 隐乱 叛逆 扭曲 放荡等等 来攻击十字架的道理 那这些力量跟十字架的力量是水火不容 为什么呢 因为世属强调的是 谦卑 服从 忍耐 纯洁 神平 信赖 所谓七罪中是智慧型的邪恶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肉情冲动 或性格缺陷 而是有组织有阴谋的邪恶 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就把十字架给忘了 最后就嘟掉了 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偏向这些邪恶的 所以可以说 十字架本来就是反抗我们的肉体 其次 世属就是人的诗意偏情 是借着人的智慧造成团体性社会性的邪恶 或造成民主邪恶 种族性邪恶 这些邪恶以福音的精神是背道而驰 针锋相对 从某种角度 世俗比肉体更可怕 世俗就像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 就像狂风暴雨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避免常常被世俗卷去 被世俗牵着笔子走 追求名利 买名牌 做比较 但无论世俗的力量多么强大 福音的力量依然无法被击溃 福音力量是十字架的力量 十字架的精神就是给世俗精神当头放鹤 使人清醒过来 魔鬼 其实魔鬼才是幕后黑手 肉身和世俗 要是没有魔鬼的参与 就不会有那么可怕 就是魔鬼聪明绝顶 以各种谎言 迷惑 欺骗 造成一股强大反抗天主的力量 我们不要小看魔鬼 就如同在一个团体里 有一个坏蛋 相反天主的人 他的那个动力 比一个先知的三动力都大 也就是那假先知的三动力 比真的先知三动力大得多 魔鬼也可以网罗世界上的精英 成为魔鬼的抓牙 换句话说 在耶稣苦难时 那些攻击 羞辱 欺骗耶稣 引诱耶稣上当 害耶稣的人 他们背后的老板就是魔鬼 所以我们说 魔鬼是幕后黑手 他不容易被看出来 除非用信德的眼睛 才能看透魔鬼躲在哪里 尽管我们教友常说 是因为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不能怀疑的 人们更多是透过十字架的标记 而认识我们 我们以十字架作为我们圣堂的标记 把十字架挂在墙壁上 挂在我们的脖子上 以划十字架作为一个祈祷 以祝福 我们甚至把昂贵的主宝 做成十字架形状 但十字架是如此普遍 以至于我们常常 未能持续思考它的含义 我们画着十字架的这个动作 便是在宣认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 圣父 圣子 圣神 然而我们在聆听福音经书的时候 教友也同时在自己的额头上 口上 胸前画十字圣号 表明愿意把天主的圣言 记在我们的脑海里 仿佛失所 把天主的圣言 说在口中 做扶闯的工作 把天主的圣言 挨在心中 以行动活出天主的话语 天主保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